那个从云端上面抓资料 抓到那个Java的部分 那这个当然在我们云端的 就是之前上课的 前一阶段的云端白板里面都有 所以我把它是放在云端白板里面的 那个这个第三个项目 就是Java连线网路跟资料库的相关补充里面 那有一个类别其实就是 Java连接那个网路资料 那这边有一个下载CSV 就是会员资料的部分 那其实各位可以参考 如果这个前面有点忘记的话 可以稍微看一下 然后我就把蛮完整的说明放这边 基本上当然就是几个动作 第一个当然你要建立学会 至少你要会使用Google的试算表 不过我想这应该很简 应该是蛮容易的事情 等于就跟把Excel放在云端上一样 它的功能基本上跟Excel 基本上没太大的差别 也就是差别在放在云端上 另外呢 当然就是它可以发布出一个网页的结构 所以当然你这个 你可以把它发布成网页 或者发布成CSV 它都可以支援 那所以呢 我们其实只是说 把这些资料从云端上抓下来 显示出来 那之前是显示在那个 我们的Java里面 可是现在要把它转换到 我们的Android里面 虽然感觉是一个事情 但是实际上 虽然感觉是一小步 实际上就是一大步了 要把这一步跨出去 我想应该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过其实只要掌握关键的地方 因为我发现很多书里面根本没提到 即便有提到 也是run不出来的 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坊间的书籍很多连网路的章节 你去run一定会失败 如果稍微旧一点 我不确定新书 会不会也可以run得出来 我run了很多本书 几乎都run不出来 几乎都失败 为什么 就是我刚刚讲的 因为呢 他们用的那个类别 其实Android官网已经说 已经不支援了 那大家没办法 因为书本 它的书 出版是比较前的 不支援是在后的 除非说那个书要不断的update 可是我觉得这个update的动作 其实有的时候 它可能没有那么跟得那么快 而且有的东西要找到新一个解决方案 不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那我这边提出 我自己实际上遇到的状况 怎么解决的这个方式 提供给各位参考 但我不保证 百分之就是一定是最好的 但是我觉得管它是什么方法 反正连没有问题 而且一直连都不会出状况 那就是好方法 OK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 在Eclipse里面的实际上做的方法 跑到Android里面呢 也会出现一些不可预期的状况 本来没问题的 可是又出现问题 像在Eclipse 旧的版本 早期好像不会要求 除了多执行序的相关的问题 因为连线 在Eclipse不会要求 要再起一个新的执行序 可是在Android Studio里面 却会被要求 你要另外再开一个执行序 否则 你就是其实应该是SDK后面的版本 它会要求说 你如果没有重新再增加一个执行序 去连线 不要跟你的主执行序 并就是重拾在同一个执行序 因为它会担心连不上的话 整个系统会crash掉 这个道理也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会变成说 你们又要懂得所谓的什么呢 这个执行序 就是你怎么样new一个stray 就是你的新的执行序 然后呢 把连线放在新的执行序里面 再来执行 哇 想到就头皮发麻了 为什么 因为执行序这东西 说真的 还真的不太好了解 而且呢 要做对呢 也不太容易 所以又有很多 可能的发生或状况 所以呢 当然 我要站在一个 尽可能 先帮各位顾虑好的角色 所以我给你们东西 尽量是 不要让你们在那边 不断地 再有点是 什么 就是在绕圈圈吧 或走迷宫的感觉 尽可能我会给你们东西 是我自己run了一段时间 确定是OK的东西 我再给你们了 不然的话 所以我放上的东西 基本上都有一点品质保证 而且之后还会有一些售后服务 所以很多年之后 也许你还会收到 我发给你的信件 你不要觉得意外 因为很多年前的同学 我还是会照样发信件给他们 然后他们就会回复我 说老师 你的售后服务做得太好了 居然还会有 没办法 因为技术这种东西 它就会不断不断 像很多年前 我们是用Eclipse 现在用Android Studio 那以前学过的人怎么办 他还是要update 他如果不update的话 他可能就是会面临到一个 又要一个转折的问题了 OK 所以怎么做 那至于说 跟云端硬碟结合这一部分 你说坊间的书籍有提到吗 看来看去没有一本提到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 OK 我想应该 因为我很习惯用云端的东西 然后又会想说 用什么方式又不花钱 前提是不花钱 那又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所以老板最喜欢不花钱 又可以达成那个 因为我曾经有创业的经验 所以我很可以理解 台湾中小企业的业主的心情 所以尽可能用的方案都是 那你要花钱的方案 你可以去想想看 花钱的方案非常多 一楼框 而且还有花非常大钱的 那当然 每个人 那我只是说 我提供一个比较简单 而且可行 但是又不花钱 可能各体户 各支 就是SOHO族也可以 要违行创业 你不要讲到创业 好像感觉不得了 要去贷款 贷个几百万做事 不一定 有的时候后来我发现 创业不需要花大钱 前提是 你要有对的技术 你如果没有对的技术 你怎么赚钱 还要看准 大家需要什么 如果大家都需要 即便是一张纸 也可以来印钞票 而且大家还疯狂的跟你换 因为之前我们是做什么 因为现在是多元入学 多元入学不是要证照 所以刚好我们那时候 就办什么 办证照考试 证照考试一张多少 都是两三千起跳的 然后学生都花大笔钱 谁花钱 家长花钱 而且台湾的家长 什么钱都不花没关系 就是好像感觉就是 二字几没关系 小孩就是不能够 学业不能比人家差 所以一报名就是要拿几张 拿五张十张 没有 拿五十张一百张 都不会钱多 所以你可想而知 这金额多大 所以你说用一张纸 可以印钞票 而且印的还蛮容易的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 其实我曾经有一段创业 就是专门做这部分 的辅导 你说不会赚吗 怎么可能不会赚 对不对 因为它印下来成本多少 就那张纸 它背后当然是有很多单位授权 可是实际上是有这个市场 因为台湾走到多元入学 其实多元入学是好是坏 其实当然很难说 可是就是说有一点就是多元 元就是多NT dollars 对不然你说一般的小朋友 说真的他拿了那么多钱 去跟你考证照 生活都有问题了 他还要考证 而且考证照就算了 你还要去做那些真实的资料 还要印的美美的 光印刷就花了好几万了 那都谁出钱 对不对 总不能他自己出钱吧 那其实最后谁做 其实都是家长跟老师在做 OK 所以这当然是到底是好是坏 很难说 那云端部分的话呢 就是直接把它放上去 记得从这边发布 如果你忘记了 请看图 有图有真相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忘记了 有没有 这都有证据 而且这个部分 我好像没有放在部落格上面 OK 所以只有你们可以看得到 我放哪里还记得吧 所以我说很多东西 你忘记了 你说真的 你想破头 你还是想不到 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个够清楚了吧 对不对 关键点 那不然就看我的影片 影片是连续动作 那底下的程式码在这里 然后就显示出来了 那只是说 这一段程式呢 要怎么样可以跟我们的那个 就是这些东西 当然怎么见 其实底下这是一个资料来源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贴到你那边去 总共有50笔的会员资料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Java从Eclipse找到你的资料 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一样把那个我们的专案部分 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专案 我是把它放在我这边底下 低谍底下的团案 然后我是再提一个就是 把原来的ListView 1 再复制一个 版本管理一下 因为我用那个CSV1来改好了 比较快 不然的话要重新再做过 我就直接怎么样 复制一个 把ListView 1 复制成一个底线CSV 这个CSV指的是 我要从云端硬碟里面 去抓CSV这个动作 再来的话呢 把它开起来 我想开起来应该会没问题 然后就把它开启这个专案 开起来之后的话 那你需要注意几件事情 第一个 一样M V C 对不对 那M的话基本上不用了啦 因为我们是 本来是篮球足球棒球那些东西啦 那我们 打错 开错了 应该是开到那个 应该是Street 开到Style OK 这个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把它要把它改成会员资料 所以这个部分 其实要不就把它删掉 要不就不要理它好了 反正放这就可以了 第一个 要不然你也可以把会员资料放在这边 来显示啦 只是说我们 未来的资料是从云端 第一个 第二个V的部分呢 基本上不用改 因为基本上我们只是 在这里面 我按也是开 开到 应该是开这个 开这个才对 OK 那里面的话就是 最喜欢 这个把它改成会员系统好了 然后呢 这边把它改成就是 我们那个 显示 云端上面的会员系统 第三个就是怎么样 再来就是说 我们的最重要是C的部分 程式要移植过来 不过移植过来 可能你会遇到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你的那个 刚刚build的这里面 我们按右键这边不是有个build pass 就是这build pass里面呢 我们有增加一个jar档 那这个jar档 两个方案 要不就是你在Android Studio 汇入进来 也是一样 就是有一个叫什么 add external jar 就是外部的jar档 或者是第一个 你可以用汇入的 要不你就用第二种 我比较建议你用第二种 因为第二种 在Android Studio 有多一个功能 是Eclipse没有的 就是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找到 你的哪个地方 特别注意哦 在File里面 有一个那个什么 project structure这个 有没有 我们之前有做过setting跟这个 那你的project structure 请你点击最下面这个APP 因为我们之前有 请各位看一下 你的那个SDK location 在它相对应的最下面位置 有一个就是叫APP 那如果说将来 你要从外部呢 去找到外部 有资源的jar档的话 其实可以找到这个路径哦 这个 ok 它可以做什么呢 取得外部的相关的 就是一些一些 sirparty的东西 那怎么做 因为我已经加进来了 这边有一个 HTTP call 那我是抓最新的 445 ok 那我先把它移掉好了 那怎么加哦 插入这个 Library 记得哦 其实它这个很好用的 第一点 就是说它可以自动去网路上 帮你找 那你打一个什么 HTTP call Core OK 你就把那个 然后按一个搜寻 你可以找到 它会帮我列出来 相关 在网路上可以找到 那建议是找 开头是ORG.apache的 这个开头的 那你会发现 它有比较旧的版本 有比较新的版本 底下还有蛮多的 好 那我们就找一个 比较上面 它列出来第二个好了 OK 按一个OK 这个时候呢 它就帮我加这个JAR档进来了 这个方式的话 我觉得会比较方便一些些 而且会比较容易 找得到比较新的版本 当然如果说你不用这个方法 你当然也可以用Import 那不过我是比较建议你用这个方式 去把那个 我们连线的这个 因为我们在 连线的时候 后面会有两个地方 会用到 这一个JAR档里面的两个class 那这两个class 那你要用它 如果你没有把它引用进来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做 你最后把那个资料转换 成UTF8的格式 所以这部分的话按OK 那再来底下就是说 你会发现 这个Grandl 会帮你再重新扫一下 那我们只需要做什么呢 把那个 需要 当然就是 宣告 原来宣告需要宣告的东西 宣告 然后下载资料 在哪里呢 在这个Adapter的上方 因为我们要键Adapter 对不对 就是这个 ListView的Adapter要set 那最关键就是说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什么 一个Array 那特别之后 我们不能用CreateFoundResource 我们必须用什么 键Adapter 有两个方法 然后这个 这个Adapter 里面的话 记得就是 最关键就是这个 最后这个 本来它是 那个叫什么 Boss 好像叫Boss Boss 就是这个Boss 指的就是 一个 一个阵列 但是我把它删掉 好像本来是上面 我把它 正在这个 本来是这个 本来是这个Boss 它是一个什么 一个 字串正列 那可是呢 我们现在要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Arelis 也许我们就把它丢到Arelis 那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把这个改掉 然后改成什么 那个Arelis 那我基本上就把程式贴贴贴 贴上去之后的话 然后呢 因为也做了一些事情 再把这个A放进来 然后其他的话 大概就这样了 切割的部分在这里 一样把它 就是把这个方法放进来 然后切割完之后 放在这个A 最后再把这个Arelis 放进来 这个部分呢 大概就完成了 大部分的问题了 但是 Run的话 等一下再试试看好了 来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先试试看好了 主要就是说 还是要把之前的记忆找回来 在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主要是怎么样 去抓网路上面的会员系统 所以这个CSV 这个会员系统 会员资料 请各位自己再加上去 然后我们的程式在这边 我要把这个程式 跟你的Android Studio做连结 那连结部分 重点特别注意 一定要 我是把那个Arelis 的专案来做修改 那最重要就是说 你在那个C的部分 先记得要把引用 引用这个 引用的方法是从这边加号 去做增加的动作 那后面程式部分的话 也许我们按部 如果可以改 你就先改改看 如果不行的话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 先看 里面 脆 清泡